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科学家已经说得很清楚 气候变化就像自己弄伤的伤口 能毁灭造议资产 我们有气候危机 整个地球面临危险 我们非常接近红色景线 或许明天我们醒来 却发现有无药可救 我们已真正面临威胁和紧要的关桃 很清楚气候变化必然发生 并带来冲突贫穷的 若我们不立刻行动 气候变化将会加剧各地的冲突 我相信气候变化是唯一能够彻底毁灭世界文明的力量 你会面临各种灾难接踵而来 气候变化是造成灾难的极端气候 就像森林大火等灾害 海平面上升 食品价格不断上涨 到疾病的散播 若世界的未来有我决定 我会怎么做 北极冰茂快速融化 最让我关注的是 一些我们正目睹的气候变化效应 比五年前科学家所预测的快两倍 今年稍早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化小组的报告 有两个结论 全球气温正在上升 而且大部分是由人类活动所造成 在政府气候变化小组第四份评估报告中 我们评估了多项稳定气候的措施 在2010年 很可能会有多达5000万人口 因气候变化沙漠化与森林烂伐而流离失所 专家告诉我们 气候危机的噪音并非暂时性 解决气候变化困难与日聚散 无人能保证人类文明能幸免 气候变化世界末日的时钟 遇到半夜走得越快 我们阴影的不够迅速 我们必须迅速阴影吗 是 我们必须迅速阴影 因为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 气候变化一定会有重大负面冲击 21世纪初 环境大幅都迅速恶化 这是对地球人类的严重警示 我们毫不怀疑气候变化是事实 现在的问题不是它正在发生吗 或情况糟吗 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因应 气候变化是我们共同造成的 让我们同心协力解决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让他人明亮 必须严肃因应无可避免的气候变化 肉品生产与消费释放非常巨量的碳排放 超过全部的轿车卡车船所释放的碳排放 除非我们改变饮食否则都没有用 因为是肉破坏了大部分的森林 吃肉污染了水源 吃肉造成疾病 导致所有的钱必须用在医院 任何人想要拯救世界 吃素是你的首选 如何生产我们吃的食物 与我们吃什么食物事关重大 每件事都会影响环境 生产牛肉破坏最大 我们吃的肉太多了 气候问题的根源就是吃肉 吃肉甚至危害人类健康 今天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我们素食的方式绝对是非常有效的一方式 我常吃素 吃素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标准气候变化最简单 立即有效的方法就是吃素 吃食物链比较低层的食物 对环境绝对有利 选择吃素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一天吃素或吃素更多天 气候变化并不只是未来将要发生的威胁 也是一个我们共同合作的机会 现在就应该付出行动 我能帮什么 政府能帮什么 你能帮什么 我们如何同心协力 问题是从此刻与未来 我们该帮什么 个人可以采取行动 我们必须尽一己之力 作为个人 通过我们的选择 我们购买的东西 如果我们了解并采取 不要错吃 我们会有更好的形式 如果你少吃肉 你会更健康 地球也会更健康 我们这一代继承了非常美丽的世界 我们的孩子 能否有同样的世界 就决定在我们手上 让儿童能在地球上 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是我们的责任 对抗气候变化 我们必须有勇气与革新 少吃肉带来双眼 地球上未来容纳90亿人的 唯一方法是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这是唯一的方法 开始吃素 加入环保 拯救地球